他于七号演习,今天中午十二点半钟,在没有预警的情况之下,在北部地区实施。 这点包括台北市、西龙市、台北县、桃园县、新竹县、宜兰县、苗栗县和阳明山。 演习品牌官是由顾川普总长余博松上将白任。 川普总长麦明康上将在演习中曾经巡视了台北市的北门、新门、远环和宗教的依赖,并且对演习的效果表示满意。 这项演习的目的是为了提高精明的警觉,从此对化身上防护、防空情报、交通疏散、消防灾害的抢救、避难等方面加以磨练。 演习中期待改进的缺点是演习警报发出以后,竟然到场有轮车活动。 陷阱的管制和劝导不够彻底,要加以改善。 还有是民防指挥部一般工程队没有及时抢修桥梁,是开与7号演习的缺点。